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在那危险等级了 而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侧站刚刚测到的温度是35.8度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就在刚刚的时候 温度已经到达了35.8 可是一整天当中最热最晒 就在下午2点钟之前 所以以目前来看 台北只要天空当中 如果云层量没有增加的很快的话 相对的温度还有机会再往上升 中部地区33 南部地区34 东半部地区32度 今天午后争雨的状况 仍然在西半部地区的局部地区会发展 接着就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北方封面云带所在的位置 是在长江流域一直延伸到日本 日本这边的封面已经逐渐的离开 后半段的封面水气带 是在长江流域正在发展 台湾上空主要受到的 就是太平洋高压势力 往西伸展的关系 所以昨天的Sappah 以山区的部分为主 今天的话呢 山区跟北部地区 有点零星的午后阵雨 但随着高压势力 整个往西伸展之下 午后阵雨在周休假期的量来说 还会再减少 温度还会再升高 接着就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封面带所在的位置 是在长江流域 台湾上空最重要就是受到 太平洋高压整个往西伸展的影响 在下周三开始整个高压笼罩 未来的整个一个礼拜 都是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说到温度就来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礼拜六 温度状况会如何了 北部地区一样是上看到 36度的高温 天气晴朗之下 只剩下北部山区 有一点点零星的午后阵雨 到了桃竹苗全都好天气 中部山区在下午会有点零星 午后阵雨高温35度 南部地区的话 也是温度高达34到35 炎热的天气 东半部地区的好天气 只有在雪山山脉 有点午后阵雨 外岛地区也都是天气晴朗 还是要提醒大家 下午的时候 局部性的我后阵雨 所以如果在山区的 西边活动的朋友 都要特别的注意哦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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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 ya